名人读小说《美丽的谎言》 小说《美丽的谎言》描述律师米龙·伯利塔接受朋友苏姿的委托 要找他失踪的摇滚明星老公 米龙却在寻找过程中撞见失联已久的弟弟的老婆 16年前因为米龙的一句谎言造成弟弟和弟喜离家 现在米龙想挽回却发现两人的失踪 与苏姿的委托有意想不到的关联 最近发新专辑的艺人陈妍希抽空看了小说 这本书非常棒的一点是 它没有什么冷场的时候 它是不停不停地出状况 不停不停地觉得好像接近 其实像是又还会想让你继续拆下去 到底真正的凶手是谁 每个角色出来的时候都会让你觉得很刺激 然后每个角色都不会汉舞带过 我们的主角还要找他的弟弟 从头走到尾 然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内心的秘密 故事的ending我觉得是让大家很意想不到的 所有的分镜 他所有的分段 还有那种扑梗跟那种掉你胃口的地方 严格来讲他就是一个好爱无电影 而且他的推理逻辑性是合理的 但是你却又猜想不到 男主角米龙鲜明的性格让纯妍希觉得很迷人 米龙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男生 是很有魅力的 他的正义倒有点激活的地步 可是我觉得很多的图书男角 他们就是有一种激活的正义是很可爱的 男主角一定要很高 因为他志气有被选这种NBA的选秀状元 他想要知道答案 他都会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去把他整办 他其实是为了要补平心中的那一块缺害 我觉得亲人失和啊 其实是人生中非常悲惨的 男主角真的发现 一直以来他都是抱着偏见来 判断他弟弟跟他弟弟要过一件的爱情 他们兄弟整个家里面的关系 其实都是很团结的 其实男主角的弟弟的儿子米奇 怎么不满米龙 他在很多故事的情节上都说 他看到他支持米奇的时候 他都很想要去勾出他的脖子啊 或者是给他一个大胆拥抱 其实他们感情在场 回想起他小时候跟他爸爸 还有他弟弟的那一段岁月 是让我觉得非常温暖的一个地方 就算兄弟西墙再也不见面 可是人始终是会寻找正面的那一块地方 除了要找书兄都是谁 或者是到底为什么始终 那个比较悬音的那一款 还有加入一些感情的部分在里面 很精彩的 可是同时又是可以觉得 很温馨跟温暖的 作者哈兰科本曾以米龙伯利塔系列 多下安东尼奖 艾伦波奖和夏姆斯奖三项推理大奖 是唯一一位独揽三大奖的作家 这次介绍的《美丽的谎言》 是米龙伯利塔系列的最后一集 接着哈兰科本又推出新的青少年推理系列 主角就是米龙伯利塔的侄子米奇 第一集已经在台湾出版 另外哈兰科本还写过多部畅销的单行本小说 与其8月29号在台湾推出 《Till No One》以及《Stay Close》两本小说 乡林教哈兰科本的悬疑魅力 快去把小说买回家 东新闻台北报导